这个美丽 怎么天天这么晚回家 也不知道她在外面 就感谢什么 也不跟我说 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去了 还在向你汇报啊 这我是你老公的 你不向我汇报 你还在向谁汇报 我向你汇报什么呀 你是能给我钱还是怎么着呀 我出去逛街去了 买东西去了 没有钱 你说我天天跟着你 过的什么日子呀 这能供你吃 供你穿不就行了吗 你还想要什么 难道结婚不就是这样 过日子吗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变成什么样啊 你说 我跟着你这么多年啊 穿过一件名牌吗 啊 那包包有一个是名牌的吗 不都是在地摊上十几块钱买的吗 我想要什么 你看看人家大连啊 他在穿的衣服 买一件衣服 顶我买几个月了 你好意思说啊 人家都穿金带银的 我呢 天天跟着你过枯子 还找你管我这管我那 那不上天呢 美丽啊 你能不能别这样说啊 你放心啊 这些啊 以后咱们都会有的 这只是暂时 你看 咱们也刚结婚不久 这些 我现在确实给不了你 但是 以后 我肯定会赚的 以后 以后 以后是多长时间啊 十年 二十年 一辈子 够不够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还年轻 我跟你 等不起 我也耗不起 行 今天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咱们两个 离婚吧 离婚啊 美丽啊 能不能别这样啊 咱俩能不能不离婚啊 不离婚 不离婚跟着你干什么呀 整天过着苦日子 我告诉你 过够了 今天说什么都不行 这个婚必须离 美丽啊 行啊 离婚是吧 离就离啊 那是吧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 在外面有人了 那肯定的呀 我在外边没有人 我都敢说走就走吗 告诉你 外边 人家有钱的人 多的是 想要什么 人家都能给我什么 行啊 你走吧 以后 都别再回来了 走就走 我告诉你 家里一分钱的东西 我都不会带走 我精神出货 就带两身衣服 咱们家有什么 不就一个破房子吗 站住啊 干什么 你说 你只拿几件衣服是吧 这衣服里啊 难道就没有拿其他东西吗 你这家里有什么呀 有什么值得我拿的呀 你拿来我看看 这就是衣服里边 不可能 像你这种女人啊 肯定啊 是不是把家里之间的东西都拿走了 你要不信啊 拿来我翻看 翻什么翻呀 就几件衣服 有什么可翻的 就几件衣服 如果要是就几件衣服的话 怎么可能不让我翻 这这什么 癌症 美丽 这假惨报告怎么回事 你就别管了 反正咱俩要离婚了 什么意思 美丽 你别跟我说 你得了病就要跟我离婚 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留实话跟你说吧 小六 我这个病治不好 就算要治 也得花很多钱 这个窟窿 是一直填不满的 美丽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如果 今天是因为这个 离开我 这 这我以后可怎么办 就算花再多的钱 我要给你治 哪怕我把这房子给你卖了 弟 你卖了 我要把你病给治好啊 小六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卖房子 也不想拖累你 所以 我才要跟你离婚 小六 你就放我走吧 放你走 怎么可能会放你走呢 美丽 美丽 什么都别说了 我知道 你心里面还是有我的 要不然 你也不会这样做的 我 这就去把房子给卖了 还有地 我一定 会把你的病给看好的 你可别忘了 之前 还答应过你 要带你出去旅游呢 小六 这 行了 你别说了 咱们啊 赶紧去医院 妈 今天中午我想吃什么呀 等会我给你做 吃什么都行 行 家里还有菜吗 家里啊 还有菜吧 那行啊 等会啊 我去看看 那行啊 美丽 阿元来了 妈 嫂子 阿元 你看 你来到这时候 那个嫂子准备去做饭呢 你想吃点啥 嫂子 这随便做的都行 美丽 要不如你去超市买只鸡 给你弟弟炖的补补 行吗 行啊 妈 那我先去啊 行啊 美丽 行 阿元 坐 阿元 你看 你也花长时间 没来看妈了 妈 你也知道 我这刚开个店 这忙里忙外的 这也没时间回来看你 是啊 阿元 你现在忙得很 妈 你说 我那嫂子的卡里 还真有钱 是吗 多少钱 我嫂子那卡里 有十万呢 日子 这事 可不能让你嫂子知道 妈 这我知道 不过 妈 这我嫂子这人也挺不错的 咱就这样偷偷拿她的钱 你说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呀 儿子啊 有我在 你啊 不用怕 我就知道 她那卡里有钱 那是你嫂子 多年的积蓄 我要 才让你哥 偷偷拿过来的 我这忘了拿钱了 这 妈 我嫂子那卡里 都十万块钱 我现在开店 也不够用 妈 要不 你再想办法 给我凑一点 那行 儿子 不够用啊 你跟妈说 妈给你哥说 让你哥 再给你想想办法 那行 妈 你说我这干个生意 真不容易啊 是啊 儿子 这做生意啊 都是开头难 以后啊 就会好的 妈 这个道理 这我也知道 这生意啊 我肯定会坚持下去的 妈 这 我嫂子那钱 你千万别说漏嘴了 放心吧 儿子 妈 不会说的 什么钱呀 什么 还不让我知道 这 该不会是 那卡里的十万块钱吧 不行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还有我爸妈的 给我嫁妆 这 不行 我得去看看 美丽 妈 这 我嫂子怎么回来了 是啊 我不让她去买菜了吗 怎么可能说回来了呀 妈 这我嫂子 不会知道 她那卡丢了吧 她知道用的怎么样 我呀 我是她妈 这 妈 这我嫂子 这真听到 刚才咱们说的话 这回来找咱们 咱们 这也不好交代啊 儿子 不用怕 有妈在呢 美丽啊 我不让你去买菜了吗 怎么空着时候回来了 买菜 买什么菜呀 妈 老实告诉我 我那屋里的那张卡呢 什么卡 妈不知道啊 我那卡里有十万块钱呢 妈 你就别装了 刚才 我在那边都听到了 听到了怎么了 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十万块钱 妈 你说得到轻松 啊 那可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还有我当初嫁进来 我妈给我的彩礼钱 美丽 你嫁到我们家 那钱 就是我们家的 怎么 我拿你那钱 还要跟你说一声啊 妈 那钱是我的 你拿之前最起码 应该跟我说一声嘛 嫂子 这不就十万块钱吗 你也不能这么对妈 大不了 这等我挣钱了 我把那十万块钱还给你 还给我 你拿什么还呀 啊 嫂子 我这生意啊 这刚起步 这等这个钱了 可以还给你的 挣钱了 要万一不挣钱呢 我告诉你 那个钱是我的 你们两个怎么能 一针不坑的 就把它拿走呢 儿子 花什么还 不还 这个家 我说的算 行 你做准是吧 妈 等小六回来 我看你怎么交代 我怎么交代 那小六是我儿子 他能对我怎么样 美丽 你是不是觉得 嫁到我们家 委屈你了 是不是 妈 这根本就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 你说 我在咱们家 也算是这个家的一个人 那 我的钱 你怎么着 也得跟我说一声 是吧 美丽 你嫁到我们家 这钱 就是我的 我花钱 是不是还要给你打招呼呀 妈 你这么说 就不奖 什么不奖 你了 美丽 你是不是 等我老了 你还不养我了吧 妈 你怎么越扯越远呢 你说 我在咱们这个家 整天忙里忙外的 还要出去赚钱 你说那十万块钱 说拿走就拿走了 还有 那 我怎么不养你了 你说 我每个月 有没有给你两千块钱 美丽 你每个月给我两千块钱 我在你们家 当保姆 撤护你 撤护孩子 家务什么的 不都是我做的吗 两千块钱怎么啦 行 妈 那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行 我走行了吧 美丽 你觉得在我们家 委屈你了 那你就走吧 行 妈 我嫂子 这怎么还真走了呢 这我说他两句 他还真走了 妈 这其实 我嫂子 这也挺好的 咱这拿她的钱 也没跟她商量商量 咱做的 是不是有点太过费了 儿子 那不是你急用钱吗 这钱 又不是不还给她 妈 要不 我明天 就把那十万块钱 给她吧 给什么给啊 你现在 正需要钱 妈 这没事 你说 这我嫂子 也不是那种 不讲道理的人 咱要是跟她商量着 这说不定 这钱 她也能借给我 妈 这十万块钱 我就给我嫂子吧 这缺的那些钱 我去找别人借 那行 儿子 妈 赶紧把我嫂子 给劝回来吧 给她道个歉 那行 儿子 趁你嫂子还没走远 你啊 见着你嫂子 替妈好好说点好话 那行 妈 咱俩一起吧 那行 走吧 儿子 你看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